今天的第一道题的题目是 我来念一下 当你的闺蜜或者你的兄弟 被核酸检测出为阳性 被隔离在医院治疗中 偶然之间你今天晚上打了个电话给他 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你会怎么跟他沟通呢 这个问题是我最不想开始 但是他就在移 有请大欢 喂 喂 喂 原来忘了 原来忘了 按键了 喂 亲爱的 你在干嘛呢 现在心情怎么样 身边有人照顾你吗 我想跟你说 其实 作为一个闪闪发光的少女 咱不怕的 就这俩的 这么这么大点事 对吧 怎么会过去的 相信 相信我们的政府 相信我们的好朋友们 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 大家都会全力支持你的 你吃饭了吗 记得一定要吃饭呀 据说呀 这个身体素质好的话 咱这个 可以早日康复的 并且以后产生的抗体 可以帮助咱们 度过更多 更多的难关 你看 你以前啊 总说你是 最不幸的那个人 没想到吧 被幸运眷恋了一次 今天是这种情况 我是该祝贺你呢 还是祝贺你呢 算了 等你出来 我一定要祝贺一下你 真的 你可以记一下 这个 算是我们俩许下的诺言 好吧 并且 我希望这一天 早一点实现 你想吃啥 说 不 你不用说了 我直接安排 好吧 放心 一定会邀请 你暗恋的那个帅哥 同行 怎么样 是不是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打脱一点 没关系的 作为一个自信女性的代表 我还有 大家都相信你 一定可以 度过这一次 非常难忘 非常让你有 深刻感受的一段经历的 等着你啊 大餐和帅哥和我 一起等着你 好的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虽然结束了我的梗 谢谢 好的 接下去我们第二位题目 第二个题目 有请我们线上的小伙伴 我们 线上有小伙伴 想要参加我们第二个 即兴的活动吗 哈喽 我点名吧 总是逃脱不过我主持的时候 是要被我点名的 我们这一位 刘灿 刘灿小伙伴在吗 哈喽 听不到 刘灿小伙伴在吗 小方 哈喽 小方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记性吗 有点紧张 要来吗 来吧 不要怕 没有吃过 没有吃过 记性 不太会演讲 来了 就要尝试吗 不然今天就白来了 对吧 好 让我试一下 好的 我现在有 手上有2到5 这几个数字的题目 你选一个 喜欢的数字吧 3 3是吗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3的题目 是什么 3的题目是 一次偶然的机会 你在聚会上 跟一个小伙伴 相聊甚欢 后面发现呢 小伙伴并不是 那么自信的 敢于 对所有人 都表达自己 如果是你的话 已经把 把他当成一个 自己的 最 好的伙伴的时候 你会如何鼓舞他呢 可以听得清题目吗 可以 就是 鼓舞他 勇敢的 say no 是吗 说不 是吗 勇敢的 表达自己 不say no 不好意思 理解有点偏差 勇敢的 表达自己 是吧 是的 现在我脑子里 变空白 怎么办 给你 5秒钟的考虑时间 好 就不到 你可以的话 就可以开始 好 那我开始吧 好的 好 最近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 这样比较累 你把所有的心情都放在 放在你的心里面 会不会比较累 要不要试试 把它说出来 不用这样子 不用老是考虑别人 你可以考虑一下 先要把自己表达出来 是不是 这样会更好 你考虑的太多了 你考虑的太多了 是不是 我们要学会 勇敢的表达自己 如果你想要 这个东西 那你就说出来 勇敢的表达自己 有什么不好呢 我觉得我这段有点尬呀 我可以申请提前结束吗 我不太会这个 即兴演讲啊 你可以 请求一个人 跟你对话 你需要吗 可以对话是吗 可以 来吧 那我选谁呢 你选我 好 选你 有我开始是吗 对 有你开始 一点准备都没有 好 一点都不喜欢参加 嗯 我说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参加聚会 上次又是你都是一次偶然 为什么不想参加聚会呢 我不喜欢跟他们聊天 我觉得太难了 那你来了 是不是我们聊的还挺好的 嗯 对 是的 所以是不是还是有找到这些快乐的地方 那我第一次要怎么跟人家说话呢 不用考虑太多啊 舒服的时候 你觉得想说的时候 你就开始说话 你还没有想到怎么样说话的时候 那我们就先 沉默一会儿也没事 然后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勇敢的认识新的人 那你会陪着我吗 会啊 我一直都在啊 好吧 那 下 因为 你要带我走 好怪哦 话题好怪哦 你已经举红牌了 好的 好像我的目的还没有达成 没有把你劝回来 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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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非常感谢我们这位 第一次参加我们 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参加我们 线上的小伙伴 好的 非常感谢 跟我聊天 好的 我看到刚刚偷偷溜进来两位 有没有心想尝试 哎呀 好的 哈喽 哈喽 是小伙伴 小朋友想来吗 还是 来 来吧 来吧 我突然觉得我题目 欢迎 哈喽 你叫什么名字 是 Anzels Anzels OK 我会出题目给你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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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喜欢的数字 你喜欢的数字 四 五 你选一个 你喜欢的数字 那你先介绍一下 你自己好不好 就 我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其实我介绍跟那个 演讲师在一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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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感到很誇張 今天我感到很誇張 我的媽媽其實帶我來 而且雖然我還沒想到 什麼事情是關於 我認為這集的主意是關於誠意 我認為我最有意義的事情 人們可以做的 是設立自己的規定 大家可能會問 什麼是規定的規定? 一個規定的規定是 你設定了一個規定的規定 你會或會不會擁有的規定 而且規定的規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沒有規定規定的規定 人們可能會過往的路線 會讓你感到痛苦 或是有痛苦的 或是在身體上的規定 它們的規定 所以你可能會問 如果我會有所有的規定 為何我會分享一下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and here are some of the points that can help solve the problem first of all you need to have self-awareness self-awareness is a thing like you know your own desire and preference and know what you like and this is essential when you have to set up a boundary since if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you want or what you like then how can you even give a helping hand to others since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you like yourself and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your desire is so how can you help somebody else when you barely support yourself so of course self-awareness is an important thing and what's more there's also another thing that's essential when it comes to setting up a boundary that is learning how to say no for example a friend invites you to do something or go to a party that you don't like and some of those people are like um they want to refuse but they just can't since they don't know how to say no so then they will just go to the party but they will not enjoy so that's not a good thing and that's why that if people learn how to say no it can become easier and easier and the people don't need to be people pleasers which is an important thing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re's also another thing that we need to know in order to set up a boundary and that thing is we need to um oh yeah we need to be self-loving since if you don't even love yourself and you still want to help somebody else the other people won't think that you're important since you don't even love yourself thank you so great so great so great amazing 感谢刚刚小伙伴给我们带来场精彩的英文演讲我们期待他下一次可以 继续来我们参加我们基型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好的最后一个题目 最后一个题目线上还有小伙伴想要参加吗如果没有可以哈喽 No idea OK 那我们把最后一个机会 激进的机会给我们线下的小伙伴 好吗 我不要说弄了 Hello 可以吗 Hello Hello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呢 Didi Didi 哦 是你 你家的珠宝 OK OK 那我现在有 二 四 五 没有刚刚小朋友没有选所有 对 是的 二 是吗 来 好的 你的排行榜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题目 来 今天的题目是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青春 你的大学同学 暗恋隔壁系的男生 然后两人一见头缘 经常出去吃个饭啊什么的 但是呢 一直没有说破 你会怎么鼓舞他呢 来吧 开始你的气心 我觉得 这个问题 如果是 别人鼓舞我的话会比较好 因为 到了我这个年纪了 就没有什么说 说不出来的 如果 如果我现在还在上大学 遇到有人真的很迷茫 遇到喜欢的 不会去说的话 我会这样劝他 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表达 难道你要等到像我这样三十多岁 然后才 不是 没三十多啊 不是 难道你要等到现在不表白 难道要等到六十岁再表白吗 对 所以要抓紧时间 抓紧青春的尾巴 对 在 在这么年 在这么年轻的年龄里面 不应该有 不应该有顾虑 应该要放飞自我 想什么就干什么 对 你想想 如果等到你三十岁或者六十岁的回想起来 哎哟 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帅的帅哥 非常非常好的人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老了回忆起来 你居然没有去表白 没有去大胆的去表达自己的爱慕 你回想过起来 肠子一定会毁清了 那我就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他 对 一定不要做这种肠子毁清的事情 可以总结一下就 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最近有点懵 因为我好久没参加投马的活动了 我刚刚看到这个小男孩太厉害了 所以我就顺便鼓励一下 就当做鼓励吧 好谢谢 总结一句话就是 爱就大胆追吧 是吧 好的 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寄信的小伙伴们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然后我们今天的寄信环节就结束了 我们把我们的麦克风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谢谢我们的立桌带来精彩的即兴主持 我们每个嘉宾朋友们的状态都非常的自信与洒脱啊 对 其实这个环节我相信对会员们 对我们的嘉宾朋友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自己也只是尝试个一次 非常的刺激 非常的能锻炼人 我希望下一次我能站到台上来 等他们讲了即兴工作坊子 那么在我们这个舞台 投马的会员能得到更多的历练 今天晚上又有两个小伙伴 可以到台上来得到历练 那么第一个出场的就是我们的新陈 他将带来他的破冰演讲 他的目标是在会员面前介绍四到六分钟的自我介绍 了解演讲的基本结构 有请新陈 优越管理 大家好我叫葛新陈 来自江苏扬州 我于7月17日申请了 递交的申请 然后加入乐伙通马 然后于7月18日在官网完成注册 正式成为了一名投马会员 然后本次是我加入投马后的第一次演讲 也就是破冰演讲 破冰演讲的目的是向大家介绍自己 于是我会用以优越感为线索 然后老师会评讲一道 在老师在下场巡视的时候 做到第一道难题的时候 老师看到很多人好像都没有看到满意的结果 然后走到我这边来的时候 老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然后对大家说 我们班最聪明的好像是葛新陈 然后那时候表面没什么表情 然后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然后我就给自己 从那以后我就给自己打上了聪明的标签 然后优越感也隐隐地伴随我而行 然后到了初中 到了高中阶段吧 我进入了当地最好的高中 也因此我的数学成绩和物理成绩 数学成绩也不再是班上最好的 然后在课堂上很多次 老师有给到我们一些问题 是我无法解答的 这时候总有一名叫张浩的同学 他每次都能回答出来 然后这个打碎了我的自信心 然后我变得非常自卑 然后因为自卑我不太能够跟同学讲话 从那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活在优越感当中 以优越感作为我生成的基石 到了大学后工作的时候 我有加入 我有参加过一个线下的理财课程 然后课程结束之后 有衍生出一个线上的社群 在这个社群中我们会分享一些 关于理财 关于个人成长方面的知识 算是维持这种合作关系 合作提升 互相提升 分享资讯提升的自己 在讨论当中 我也是比较活跃的 然后在我的一些言论 可能引发了一些 一个同学的不满 他就非常强烈的 要我去读一本书 叫做自卑与超越 并且还非常 死板的要求我读15遍 一遍都不能少 然后 要在15天之内读完 他这种高高上上的 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也 让我非常不爽 那我们就开始在群里 针锋相对 最后不欢而散 后来我也有 读了一部分这本书 然后发现里面有一些内容 是有给到我启发的 我有些后悔 如果当时能够 放下优越感 跟大家去 评论等交流的话 也许我们会能 更多地分享 自己读这本书的感受 然后是 两个人都更加进步一些 所以在 我今后的人生阶段里 合作是越来越 离不开 合作是越来越 频繁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能够 放下优越感 去训练自己 能在人际关系中 即使意识到优越感的能力 然后 意识到他的存在之后 超越他 不再把他作为自己 在人群中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是把 爱自己 爱别人的能力 作为自己 安身立命的根本 谢谢大家 谢谢星辰的精彩首秀 让我从大家的掌声中 我知道星辰的演讲 感动了大家 也让我认识到 星辰现在是一个 非常洒脱自信的人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演讲 他的背稿是 激性演讲 他的目标是了解 忘记了 有请我们 在 在哪里 他的目标是研究和反馈 第一讲 有请我们的 马拉松男神 我的梁思义友 深耕大哥 有请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极性演讲 我们刚才有 极性演讲这个环节 在头马 极性演讲比较多 而且大家特别喜欢 为啥 刺激 紧张 那么什么是极性演讲 其实就是 随时准备 发表一篇演讲 并不是我们 每次要提心吊胆 要不要 不要喊我上来 不要叫我上来 不是这样的 是极性演讲 是有准备的演讲 我们看到这把钥匙 是吧 一把金钥匙 怎么样才能够 三言两语 质地有声 然后呢 又能侃侃而谈 让大家觉得 你讲的特别有料到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准备的 极性演讲 其实就是 真的是要有准备 才能演讲 我们今天 就像今天一样 我们有主题洒脱 对吧 我们上台来 就要有洒脱的样子 然后我们要有自信 没有自信 都不敢上台 所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就需要做些准备 方向问题 首先呢 要培养 极性的思维 我们说 要做一件事情 肯定有计划 有方向 有准备 所以要培养 极性的思维 极性思维 分几部分 大家看一下 第一 拥有当 领导的意愿 其实也不一定是 当官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平时 日常中 要有那种 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愿意去说服别人 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 什么这样的一种意愿 平时要注意 不能动不动 老去说一些 说话带把子 很不讲究的 然后时间长了 可能你在发表 演讲的时候 或者讲话的时候 就会出问题 你会不注意的 有很多罪言 什么之类的 第二呢 要做一个 良好的倾听者 为什么要做倾听者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讲的东西 是要有人听的 对吗 那我们讲给谁 这个方向 目标很重要 那我们自己 首先要是一个 良好的聆听者 倾听有三方面的 应该说三个档次吧 第一是用身体听 听嘛 一般用耳朵听 但是你还可以 加上你的肢体 当你身体微微前倾的时候 就表明我在很认真的听 然后你的眼睛 也能注视到它 这是第一步的叫做 用身体听 第二步 用头脑去听 我们一定要听 别人的句子里的意思 我们了解身边的人 我们在发表 针对的即兴演讲的时候 跟他讲你的观点的时候 才会知道 他想听什么 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表达得更好 第三呢 就是分享你的想法 经常性地 做一些分享 一些练习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即兴 另外呢 保持专注 我们来到头马 在这个会议上 不管你听别人还是 别人听你讲的时候 你要保持专注 这样的话 才不会错乱 就像刚才说的 三个倾听呢 还有第三项 就是要用心去听 在听的过程中 你能够听出 它话外的意思 它是怎么想的 另外 你要换一个角度 我们说换位思考 能够共情 在这种倾听 才是最好的倾听 然后也方便 你下一步的表达 保持专注 最后呢 还有一项 保持尊重 不管我们跟自己家里的孩子 我们说有时候 一种即兴连讲 教育孩子 像我们在家里 教育儿子的时候 你肯定要有一种 尊重他的态度 然后才能达到共情 他才能听你讲 假如你不尊重他 你强令他 去去去 赶紧给我写作业 请 都玩了三十分钟了 他心里不开心的 你只有真正的 跟他讲明白 然后放下你的 所谓的 高高在上的那种位置 然后你才能跟他 保持一种尊重的 和平的态度 你讲话 人家才爱听 如果你老是高高在上 肯定就没有人爱听 就刚才讲的这些 就有一个观点 就是要感觉 麦克风始终是开着的 不管你走到哪里 都好像有麦克风带着你 有这种感觉 那么你在平常 跟人表达的时候 每一次的沟通 都是一个小小的演讲 第二步呢 还要创作演讲的脚本 我们说一个好的演讲 一定是事先有准备的 为什么背稿就比即兴 发挥的好呢 是因为事先有创作的 快了一点是吗 稍等一下 我用这个 还是不是很熟练 首先准备一场演讲 有四个方面 一般来说 开场结尾 对吧 我们说要抓手开场 一上场 要抓住大家的心理 哇 即兴演讲嘛 刚刚好 刚才大家表达过了 我现在上台 哇 刚才的即兴演讲 我很有感触 特别是那个小朋友 他讲了半天 说实在的 我这个老人家 一句没听懂 但是呢 他给我们表达了一个 展示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即兴演讲 他上来就讲 中间根本没有 我们所谓的那种 慢啊 什么停顿的 所以非常的优秀 所以说开场 一定要抓住大家 让大家始终能够跟着你 最后结尾能够有呼应一下 然后呢 还要突出观点 我们每次演讲 时间并不长 两分钟的即兴 七分钟的备稿 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 去讲别的 那么一定要观点突出 抓住一点 把它讲好 讲透 最后呢 结构支撑 一定要有好的演讲结构 我们刚才 新陈是破冰演讲 破冰演讲 一定要让大家感觉 有结构 一个好的演讲 是有结构的 结构呢 一般分为下面这四种 一个是原因模式 通过罗列原因 比方说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比方说你去面试了 我为什么来到这里面试 我能够做好这个工作的理由是什么 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实现自我的介绍 第二种呢 就是方法模式 如果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需要解决 我们如果有好的方法 提供给我们的上级领导 或者我们的朋友 告诉他有什么好的方法 一般就用方法模式 第三呢 情况反应模式 当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需要什么迎接 什么挑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行动 告诉大家 用什么行动 我们才能够做好 这种叫情况反应模式 第四呢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 时间顺序模式 因为我们一个演讲 能够抓住人 往往是通过时间顺序 来描述 描述一件事情 我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大了大了怎么样 包括刚才弟弟讲的 不要等我六十岁了 是吧 弟弟你还很年轻 十六岁差不多 这样来支撑一个观点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把它表达好 其实 即兴演讲很简单 但是呢 事先做很多准备 这个观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受过 所以就是说 其实要开场 开始一场演讲呢 不光是事先准备 还有一个就是勇于上台 投马这个舞台太好了 每一场都会有极限演讲 每一场我们都有机会上台 我们可以事先 根据今日的主题 洒脱一点 可以根据今日一词 提前准备关于自信方面的 怎么样才能自信 首先要有自信的姿态 等等 然后就可以开始 我们的演讲了 比如说 经常准备一下 发表一分钟的获奖感言 事先做些准备嘛 在家里写好稿 练上几遍 就可以开始了 对啊 还有呢 希望大家经常上即兴 经常抢着上台 让我们一起见证 你的成长 好 我今天的演讲 就叫这里 多多即兴演讲 让我们见到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深耕大哥 给我们带来的即兴演讲 备稿 我想在场的各位 都获益良多 那么 接下来 就是 什么 我们上半场的例会结束了 那请大家一步到舞台 我们来合个影吧 我们现在时间把控的怎么 是有超时吗 是刚好的 是刚好 太棒了 时间把控的特别 线上小伙伴 我们现在是休息时间 我们线下合影 稍后我们会进行线上的合影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待会我们20点20分开始 工作坊环节 期待大家准时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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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看我 今天开不开心 开心 美麗,美麗,美麗 美麗 哈囉,現在 來了,躲起來的雪寶 可以啊,沒問題 對,是的 我在想喔,聖根喔 那我不需要做工作坊了 哈哈哈哈 我們線上的小夥伴在嗎? 結個屏吧,線上的 我接,我接 哈囉 年春在嗎? 對對對 哈囉 Candy,我來啦 好久不見 哈囉 哈囉 看一下屏嗎?我們線上 有個影 喔,到時間啦 還沒到時間 我線上我們合個影吧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我這邊來合個影 這邊已經有線下準備好了 來 可以啦 線下有點吵 OK,我這邊喊321 然後我這邊來截屏喔 嗯嗯 OK 5 4 3 2 1 好了 好了,好了,可以了 可以了,謝謝 發了一張在裙上 OK 到時間了喔 到時間了喔 8點21 工作坊 到時間了喔 時間關 說到時間了喔 哈哈 主持人上喔 哈哈 可以上台 好的,時間到 好 請大家各就各位 開始我們下半 好的好的 回到我們會議的時間 開始今天下半場的會議環節 接下來就是我們萬眾期待的工作坊啊 你是不是每次進行演講的時候都想月月一試 但是賣不開你的腳步呢 那麼今晚你就來對了 今晚的工作坊 教你如何做即興演講 帶來此次工作坊的人是誰呢 他是台前幕後無私奉獻的 充滿正能量的 永遠帶著自信在舞台上的 在頭馬界有13年歷練的 我們的協長前任主席 有請我們的協長帶來他的工作坊 如何做好即興演講 掌聲 請大家準備好 方式合理 謝謝主持人 要更正一下 一就是我不是很寬樂的 我不是很正面的 我是很悲觀的 好那第二方面的話 我想要大家準備一張折一支筆 因為等一下我們有一些練習環節 剛才我就想 生根講了我的部分 那我該講什麼 我來講 不如令到大家有一個練習空間吧 給一些實戰經驗給大家 所以可以幫到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去練習即興演講 那首先方面的話我想問大家 剛才有上台的小伙伴 嘗試即興演講的時候 有沒有一剎那的一種後悔 就是說你走下舞台的時候 你發現 哎呀 剛才應該可以講更多 有沒有這樣 自己舉個手一下 我沒有看到有人舉手 有沒有發現就有一種那剎那就是 哎我可以更加講得更加緊 或就是哎如果我重新在面對這個問題方面的話 怎麼去處理 好那麼我今天的話就會講關於即興與浮語 那麼會加強生根 剛才講的一些描述性的一些即興技巧 我就變成一種現現成的例子給大家 因為我就調整我的工作坊給大家 那我就分享我的PPT給大家囉 那自我介紹一下這就是我 當然圖片和真人是兩個不一樣的狀況 這個是P上去的 所以呢我們作為即興演講的第一個法則 就是印象分一定要很重要 所以你怎麼樣都要P個圖給大家看一下 最少有帥氣的我 真是我是一個大胖子一個 就 學稱就是叫做學長獲得就叫大白 那這個就是我的小小簡歷 那準備好一張紙和一支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我們的環節了 那手 剛才講的第一個例子就是要給印象分 我們在做完即興演講的時候 其實 有兩樣東西要記住 關於即興演講 第一就是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很有準備的人士 剛才聖根講我們是這個部分是關於已經準備好 什麼叫做已經準備好呢 是因為你人生當中和想像力都充滿故事 每個人都有故事 你的故事是什麼呢 有時候就有不同的畫面感來表出來 那怎麼去令到這些故事容易的掏出來分享給大家呢 這是一個小技巧 那首先我想問一下大家有手機嗎 我先叫一個實戰的一個例子吧 大家有手機嗎 有吧對不對 有個舉個手一下 現在的人應該很有錢 有手機 我這些的話就是一些舊的 好 那麼拿起你手機 拿起手機 按一下你的那個手機的圖片夾 圖片 就photo album 我們簡稱 那當你按進去 當然我不知道你密碼 請你解釋我一下先 那進去之後呢 你看一下你拍下來的圖片 OK 拍下來的圖片的當中的狀況底下 選擇一張你有感覺的圖片 隨便講 隨便找都可以 你可以不用給人家看 找到了之後給我舉個手 好的 那一定有幾個人舉手 你旁邊不是有一張紙嗎 對不對 你已經準備好一張紙和一支筆了 好 關於那張圖片 我現在想要你分享那張圖片給我 用五個句子就夠了 請寫下來 你會怎麼描述給你的朋友 或者描述給觀眾的我 關於你那張圖片 我就算不用看 我都想要知道你那張圖片講什麼 寫完五句就可以舉個手 寫完五句就可以舉個手 給大家多三十秒時間 完了之後就舉個手一下 好的 那舉個手的話我可以邀請一個來分享一下 你的圖到底是講解什麼嗎 可以可以上台嗎 請歡迎一下我們的台下的觀眾 上台一下 我們來聽你的分享關於你那張圖片 你不用給我們看那張圖片 掌聲鼓勵一下 好分享你那張圖片 用五句話來分享給大家 好 大家好 我給大家分享這張圖片 就是我今天東上那個平安銀行大廈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個照片 首先的話是我自己 我感覺我自己非常自在 自信 另外的話是我們家小朋友 他裡邊臉上是膽怯 但最終他克服了那種 心裡的那種恐懼 那個踏上了那個玻璃台 最後一個是我們倆 我們倆在一起 就是走出舒適區 一起去感受生命 然後感受不一樣 然後給生活帶來不一樣的這種閱歷 和不一樣的回憶 好當成鼓勵一下 好 那為什麼我要大家做這個練習呢 其實這個這次只給一個 下一次我給大家更加多機會上台 那為什麼我們做這個練習呢 其實有引用到剛才聖根有講的 加上我即將要講的 一個即興演講 就好像剛才我們這位觀眾一樣 他分享一樣東西是他喜歡想要分享的 他有一種感覺 他對這個東西是非常有影響 這個是發生在他之前 他有感覺他就會有動力去 願意去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想像到他那時候的情境 達成一個叫做共鳴 因為我不認識他 每個觀眾可能今天第一次認識他 那最重要在即興演講方面的話 你要建立好一個共鳴 簡稱連接 我們講第一印象 我們講關於就是台風很好 都是一種連接的機會 你無法跟觀眾連接方面的話 你是無法做任何的即興演講 以及被告演講 但是我只是拿這個作為例子 剛才只是給大家30秒時間去想五個句子 你會發現大家都覺得 其實可以想到很快喔 只是這五個句子有沒有優化他呢 還沒到 只是讓大家有結構性 第二部分關於即興演講的部分的話 就是你的演講稿 那個五句話 你想要怎麼表達給觀眾 你想要激勵性 分享性 悲傷 你可以控制整個節奏 因為你是演講者 那第三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你有沒有聽到他講的重點呢 如果有聽到講到重點的方面的話 哪一個句子跟你有一個共鳴 你覺得很重點 來分享一下 剛才我們觀眾 你認為他講的是哪一個重點 不會有對或錯 念稱 我聽覺得最有感覺的是 他說他很喜歡那張照片 因為他覺得他很自在很自信 所以我覺得這張照片應該是很美的吧 雖然我看不到 但是從他的語言裡面有感受得到 他這張照片是很滿意的一張照片 好 嘗試回一下我們念稱 一個演講稿 我們包含了角色 包含了環境 包含即將發生什麼事 或者那邊形容到的畫面感 給到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當你讓觀眾可以想像得到的時候 我們才更加的願意聽你的演講 這就是我們首先的部分叫做準備功夫 怎麼叫準備功夫呢 就即將分享那個 欸,slide給大家 好像keyboard有點快 不聽話 好力 就好像 欸 我的雲 就好像一個雲 你分享給任何人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大家 大家跟你朋友聊天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有點尬聊的狀況嗎 跟你好朋友聊天的時候 會不會有 你可以點個頭或者就搖個頭 咬額頭好了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們建立了一樣東西 從連接到另一個階段 叫做信任 作為即興演講 我們只有兩分鐘的時間 很快速的要建立好連接以及信任 就你願意分享多少 我們願意聽多少 作為觀眾 所以即興演講的節奏都是 你作為演講者可以控制 很多人上台的時候呢 會遇到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不懂講什麼 第二個就是 我知道我講什麼太多了 不知道講哪一個重點 最後的話就是 講了講了講了之後 停頓 忘詞 剛才我們即興都有通通的出現過這個狀況 所以 當我們去做這個結構的時候呢 有一個小小的法則幫助大家做即興演講 寫在你的那張紙上 OK 在做任何的即興演講 你要答問題的時候 記得一個心願 你在分享給大家 你是分享你的喜悅或分享到故事 給每一個人 不只是這樣 你還有做多一步 那一步很重要 那一步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給到他們方向 你的那個故事的結果是什麼 很多人只是想了開頭 但是忘了結果 就是好像比方說 我做一個例子吧 即興演講的例子 立豬隨便給我一個問題 我做一個即興演講的例子 好的可以聽到嗎 聽到聽到 我的問題是剛剛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我家裡的妹妹大學時候很活潑 但是開始工作之後 反而話變少了 經常把自己關在家裡 你會怎麼跟她聊天呢 就是妹妹關在家裡 就是妹妹關在家裡 我怎麼跟她聊天 是不是好 那我 如果我的話呢 我在走上舞台的時候 或站在舞台的時候 會做以下的幾樣東西 第一 這個妹妹的故事 大家會接觸過妹妹這個詞嗎 會 可能有共鳴 知道妹妹是什麼 好 第二 我到底要講的是激勵性 幽默性 還是分享性的一種演講 好 知道我的類型之後 第三 我要怎麼跟觀眾有一個共鳴 要關於妹妹這個故事呢 關在家裡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個線裡 我妹妹坐在我前面 現實狀況 坐在我前面 那怎麼辦呢 當她是關的時候 你會想像到什麼感受 慢慢的這些畫面感出來的時候呢 你最少知道你的前一部分 大家到底要講什麼 你的結果是什麼呢 我結果是想要講就是說 其實關閉是一個好處 讓大家有互相認識的時間 因為 好,我現在做一個小小例子 就是做激勤演講 我以前跟我妹妹的時候 我想分享一個小小故事給大家 我跟我妹妹的關係非常不好 每次的話就是吵架 要杯麵就搶杯麵 要吃飯會搶飯吃 或者就是搶紅包的話 也會搶紅包 有這種妹妹的嗎?請舉個手 如果你們沒有 不用頂活油 那怎麼辦呢? 那我每次都要跟她爭的時候 爭贏了 我以為我很開心 她哭 我被打 很慘 那我輸給她的話 看到她的樣子 就說 哥哥 你今天就輸給我了 呵呵 太囂張了 怒氣分爆 但是 我發現了 就是我妹妹與我一直 就是不是那麼好關係的話 我一直出去外面 她一直待在家裡 其實 一個人 待在家裡 是否寂寞呢? 不是空虛 寂寞呢? 可能或者就是缺乏人家去關心 最近我妹妹就和我 真的是關在家裡 因為疫情 尤其是在香港 香港疫情很多啊 100宗啊 我都不想我妹妹中招 我也更不想我自己中招 雖然我們兩個中招的話 我們兩個可能會很happy 為什麼呢? 就是 我們就是可以去拿補貼了 每樣東西的負面情緒方面的話 可以轉成正面情緒 但是我透過這個關閉的時間 我更加去跟她了解她的人生 因為我到現在為止 才剛剛知道她大學 剛讀大學 她就是在我這麼附近 我都不知道她的人生 她的生活 我多麼失敗 你有了解過你的家人嗎? 你有真正的去跟她建立好關係嗎? 最輕的人血濃於水 但是最重要的話 你這一步有沒有嘗試去踏出步 我想像到我自己從來沒有踏出過 但是我想現在最少 最算遲 但是我最少有一個開始 對於大家來講 我希望你們可以更加關心到一些身邊的人 你以為認識她 其實你可能對她一無所知 好 還給總 類似 我只是做一個小小例子 好 那我剛才做個例子 就是 我100分我會給我自己40幾分而已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通常會有爆炸力 但是因為有電視 所以有影響到我自己的狀況 加上就是不能講得太大聲 那我剛才做了什麼東西呢? 就是有結構感 大家有沒有產生到一個共鳴 讓大家了解到我個人的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當中 我產生了一個優 就是搞笑 也不是搞笑 就是自己悲慘 就是別人的快樂嗎? 就幽默就是要不就是算自己 要不就算內容 那我就內容方面的話 建立好跟你們的關係 那之後哪一個叫做疫情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全部都被影響 那我繼續講下去 讓大家豐富這個故事的不同的背景 之後產生一個價值觀 叫做你有了解過你的假人嗎? 好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部分來建立 你只有兩分鐘的時間 對 我有一個轉折點 關係不好 之後慢慢的去了解 當然可以進步 如果要點評自己的話 進步點的話 就是給一個好的結果 對不對? 現在你跟你妹妹關係怎麼樣呢? 就你可以點評自己 每次做即興演講方面的話呢 你再分享一個故事 不要擔心你的故事 別人不喜歡聽 但是你最少嘗試過分享 大家願意去了解你 這就是即興演講以及被稿演講的分別 我們被稿演講有四到六分鐘的破兵 是讓大家了解 但是即興演講你只有那剎那 你要那剎那留下什麼影響? 你被稿四到六分鐘 有些人可能聽到悶 我只是拿個例子 但是對於你來講 你怎麼善用那兩分鐘 好 當你有不同的結構方面的話呢 你就會變 把這個白雲 啊 又卡了 mine money home 變他 他會變成一個白兔 去哪了 好 這個練習給大家做一個練習先 我知道已經到黃牌了 大家有在那張紙後面轉那張紙 我想給大家有一個平時練習即興演講的方略 這個方略叫做九方格 每一個方格都有兩個字 你只要想那張圖就可以了 左上角 我從左上角那邊開始 大家可以填寫你 填寫我以下講的東西 之後想像一個畫面 之後寫一句話 我們通常問自己九大問題 第一個 就是大家所關心的聽情 你可以寫親情在這邊 親情你會想到什麼故事呢 你會想到什麼圖 第二個 友情 最好朋友的關係呢 你最上一次跟你朋友聊天什麼呢 什麼事情呢 慢慢的寫 之後 然後 親情友情就有愛情嘛 對不對 那愛情方面的話 轟轟烈烈的愛情 或者就是 大愛小愛都可以 第四 你的夢想是什麼呢 你的夢想是什麼呢 夢想 我中文寫得差 好寫錯 應該寫錯了 應該寫錯了 好的 好 夢想 中間的話 就是 我給大家 這個是一個挑戰點 我最尷尬的事情 你人生中最尷尬的事情 當然還有 第六個 就是關於 你小時候 最喜歡的東西 就是喜歡 中文唱 大家知道意思就好 最後三個格 是關於 你的感受 你人生當中最怒的事情是什麼呢 或你最近最怒的事情是什麼呢 你最悲哀的是什麼呢 Sat 不開心 B I 那這邊的話 就是 關於開心的解釋 你會發現 這是我們正常會討論的話題 第一個A 第二 B的話 是多數就是一種回憶 或想法 第三個 就是關於感受 我們平時做即興演講的時候 還透過這幾個練習方法 這九方格 來慢慢鍛鍊不同的故事 可以隨機而出 OK 是隨機而出 是不是年輕人已經跟我講紅牌了 估計已經是 好 那我就做一個小小的總見 給大家做這個練習方面的話 對大家非常有用 剛才講的就是 一定要想結尾 你要把一個白雲 剛才我們不認識的觀眾 的環節 變成一樣東西 是我們可以凝聚造出來 造成我們想要給到觀眾的感受 也給到大家感受到你的真誠的分享 最後的話 就變成你想要呈現的產品 或故事 那這就是一個小小的即興演講的一個練習 正常我如果還有五分鐘的話呢 我會叫大家做做一樣東西 剛才我們觀眾已經做了 就是走舞台 什麼叫走舞台的 就是當你去演講之前 我們演講者通常要熟悉我們的環境 就是你上舞台的時候 你有熟悉那個環境嗎 你覺得在那邊會有信任感會舒服嗎 你會覺得安全嗎 走多幾次舞台方面的話呢 在會議之前 下次會建議給大家 在會議之前走多幾次舞台 你會更加覺得自信 因為你熟悉的那個環境 你可以從左到右 更加的展現到你想要表達的即興演講 這就是小小的分享 只是加強剛才聖根大哥講的一個即興 我就做一個小小小子 好辛苦了大家 那麼感謝大家的聆聽 然後換給主持人 好的 謝謝我們學長精彩的工作坊 聽完之後 我們是不是有很大的收穫呢 下一次演講 極性演講要不要搶得上 我相信下一次一定是要爆棚了 接下來就到了我們反饋的時間了 每一場的會議的點評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教協相長 他一定是幫助我們演講者 以及他本身演講的成長 那麼首先要邀請的就是我們的即興點評人 來自深圳中文的身懷絕技的便利彭小哥哥有請 我想先說一句 我感覺今天就是即興演講專程 我覺得我要說的話 被前面兩位應該都已經說完了 但是呢他們講理論 我講實踐 所以呢今天就講講現實中咱這幾個即興演講 第一個先講我們主持人 他開場就把即興演講的意義和作用 介紹給了大家 就非常吸引人 就讓大家可以覺得有興趣參加這個 第二個呢 他呢 在我們的嘉賓遇到尷尬的時候 他會主動的來化解 包括那個跟嘉賓的那個對話 跟那個小方 對非常棒 這作為主持人已經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們在講完以後 都會有總結 比如說那個愛舅大膽講 他把之前的觀點做了一句話的總結 也是非常棒 如果給他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的問題設置 可以再開放一些 就是如果限定的特別清晰 就只針對這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人對這個問題完全沒有經歷過或者無感 他很難可以放開或者很灑脫的講出來 所以下次問題可以設的開放一些 這個可以考慮 接著就是我們第一位即興演講 大歡主席 這大歡主席就這兩 灑脫自信全有了 而且他開場 是一個非常治癒系的聲音 他的題目是你的好朋友得了 新冠 你打電話 怎麼跟他溝通 開始的那個聲音 哇塞 我覺得我要得了新冠 聽到這個聲音已經好了一半了 就是他語氣用的非常的好 讓你感覺很清淡 這個聲音非常的柔美 就這麼感覺 所以他開場就非常好 而且他還自帶幽默 說了好幾句 來了一句 沒撥號 我不知道大家 我看大家沒反應 我自己是想笑的 這種場景 其實也是算是一個自己 把這個氛圍給化解下來 用一個沒撥號 把這個事就過去了 非常的幽默 而且後面還有調侃 調侃你朋友 你這朋友已經得病了 就用調侃的方式來開解他 他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如果給他一個建議 就這一次 這種對話 這種電話 如果不用 我覺得 一個套路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 要不知道怎麼聊 你就想想我們怎麼點評人的 其實我們點評人 就是用什麼呢 就是用五感 你看到了什麼 聽到了什麼 然後吃了什麼 其實就這幾條 你就知道 你在醫院看到了啥 你聽 你醫生都跟你說到了什麼 這是有非常多的話題可以聊 你在那你吃的 吃的怎麼樣 或者是 你心情現在怎麼樣 其實就像我們點評一樣 把這個人的幾個方面 幾個感覺 問問他 他就有很多的話聊 都是聊他的自己的感受 就當點評一樣 這個事就輕鬆一些更好 第二問就 我們線上的小方 對 他雖然是第一次 但也是非常的有自信 看他的聲音啊 吞腔有力 狀態是非常好 而且特別是跟我們主持人 產生對話以後 整個狀態就放鬆下來了 就沒有那麼緊了 之前呢 就都是在講 講一些 對 講自己要鼓勵的話 但是 完全非常緊張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 他 但這個小方同學 在這 他遇到的這個問題 是非常典型的一次 即興演講的一個套路可以用 就是 其實他是那個人不願意講話 其實這是一個有困難的一個問題 你要想鼓勵他 那你可以從怎麼講呢 他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晰了 他不願意不敢講話 在社交場 那你可以簡單跟他說一下 你為什麼不願意講 他可能說各種原因膽小啊 什麼的 然後你再跟他講一講 這個問題給你帶來了 會帶來什麼樣不好的影響 你可以幫他分析一下嗎 你要是不願意講 那怎麼辦啊 你這沒沒個人認識你 你來了是幹嘛啊 或者你以後的工作場合 你跟老闆共同 如果遇到了陌生人 各種場合 都可能影響你的生殖加薪啊 等等的 你可以幫他簡單分析一下 這個問題 給他帶來的 好的或壞的影響 最後給他一句 給他點措施嘛 就是怎麼跟人開口啊 你可以不會說別的 你可以先介紹一下自己嘛 我叫什麼名字 來自我自己 等等等等的 這種常用的一些小套路 你給了他一個很簡單的 你先把自己的名字說出來 這樣大家知道你 其實對他就已經很突破了 這就最後就叫給措施 這個就非常完整的一個 極限燃養的套路 第三位就是我們的小朋友 叫安索 是吧 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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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OK 這不說了 這是這個小朋友 就是演講的水平 還有 也是這兩個字 灑脫自信 非常的自如 聲情並茂 這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一次演講 而且他的從我們頭馬演講的角度來講 不管是真肢體 眼神交流啊等等 其實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而且後來我也跟他溝通了一下 就確認了他講的這些內容 他講的那些內容呢 其實是講了一些如何說no 如何say no 還講了一些如何表達自己 如何講自己 我當時聽我就想 我就說 你是不是在回答上一位姐姐那個問題 他說不是的 剛好就是 OK 其實給你一個唯一的建議就是 用中文 英文也有 OK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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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应该是英文进行俱乐部 可能那边 美联呢 OK OK 没事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刚 可能你们来得刚好晚了一点 其实前面主持人讲的就是你们没听到 这个是即兴 因为要他要问问题 来回答根据问题来讲 所以就小朋友一上来讲了一句自我介绍 就开始了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然后讲得非常精彩 对对对 这下次再来参加我们这个即兴演讲 这些都非常棒 都可以多练练 太棒了 这也非常好 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弟弟 这个非常的自信 特自信了 我不说了 因为也是一朋友也知道他 非常的好这次 而且他今天的演讲 表达了很多的观点 如果是我什么都会说 如果是我的朋友 你就会告诉他喜欢就去表达 然后不要这样等待等等 他说了很多的观点 但是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套路 就用笔笔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这种就是你说观点 是有一个小套路 你说完了观点 就应该讲你的观点的理由 就是如果你说 如果是我 我什么都会说 为什么你什么都会说 你再讲两句你的理由 OK 然后再用讲完理由 其实就两句话 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你什么都会说 比如我当年怎么什么时候我就说了什么 哇塞 这就非常棒 最后再讲一句 我就是这样的观点 我什么都会说 这就非常完整 非常棒了 OK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我们泪鹏的极性点评 我觉得 极性点评跟极性演讲都有同样的难度 所以说的话 泪鹏的功力大家也是看到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继续我们的反馈反节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备稿点评了 我们第一个备稿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新城带来的优越感与合作 我们有请我们温文尔雅的肖峰大哥 做我们的备稿点评 好的 有请 听得见吗 肖大哥 我听得到 大家听得到吗 听得到我说话吗 喂 可以 好的 好的 好 大家好 今天就是 今天是新城给我们带来的 他的破冰演讲 首先的话呢 我恭喜新城顺利的通过了 他的第一次首秀 他的破冰演讲 那么为什么呢 首先的话 第一的话呢 他能够站到台上 从7月17号加入这个 我们的这个 洛伙 投马俱乐部 然后到今天第一次站到台上 完整的叙述 讲述了 做了一个首秀 通过故事描述了 他自己介绍了 他自己的一些特点和特长 介绍给到我们 让我们对他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们从那个新城的这个 首秀里面 演讲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 新城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智商非常高的一个男孩 然后的话呢 从小到大的话 通过他的故事来介绍 然后他这个故事里面的话呢 也带给我们两点 他自己的 他一个是智商非常高 另外一个的话呢 他也自己擅长于反省 他擅长于反省的话呢 第一他能够告诉我们 其实一个比较深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说我们的内在 应该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 那么是建立在我们 比如说是建立在我们的表现 还是建立在我们的聪明 还是建立在我们的这个优越感之上 那么建立在我们的优越感之上的话 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是不是在我们表现好的时候 我们的内在就自信心爆棚 就非常的有优越感 那么如果在当一旦当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 那么是我们就会到非常低的 内心的自信就会非常的低 内在就会非常的这个状态会比较的比较差 那么我们的内在到底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 更多的是不是应该更稳定的建立在内在 自己本身的这个内在 还不是外在的一些能力啊 聪明啊 一些那个东西 我们更多的是他要表达给我们的更多的是 有自己有自己内在的那个稳定的一个力量 把它建立起来 我们不要更多的因为外在的一些境遇也好 一些表现也好 来动摇我们自己的内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他想表达的其实就是说 我们内在的优越感其实是跟合作是相冲突的 那么我们如果我们要跟外界要跟大家进行更好的沟通和合作 那么我们是不是这个优越感的话 不应该是在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优越感 因为这个优越感会跟这个合作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矛盾的 当然其实这个也牵涉到一个一个个人的成长 那个新陈说到的新陈说到的就是自卑与超越 那么个人的成长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可能内在的优越感 他也会慢慢的融会成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 就是表现也许就是说 就是表现出来的就不是那种 身体灵人或者说我表现得比你优越 但是其实我有我内在的一些智慧和力量在里面 但是我这样的话 我才能够更好的跟大家进行合作 沟通更好的一起大家一起去进步 所以就是新陈在他的故事里面 带来给我们两个很深刻的含义 那么最后的话呢 关于新陈他这一次的破冰演讲 顺利的我顺利的达成以后 给他提到的一些在什么方面有一些更好的建议 如果要跟他一些更好的进步的话 我建议他一步一步来的话 首先的话我建议他能够更加的更加的open一些 更加的能够声音上面能够更加的一扬顿挫 能够把自己内在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 更加的open一些 那么现在他给我的感觉的话是比较的 更多的是更多的想表达的东西是在肚子里面 在内在 但是不是很能表达出来 也是很那个情绪和语气也是很很平缓的一样 没有那个起伏也没有那个更多的缺乏那种激情 我觉得我建议他要把激情发挥出来 首先好好谢谢大家 没有看到 谢谢我们肖峰大哥精彩的点评哈 肖峰大哥的点评一如既往的非常有条理 非常有深度 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点评 下一个是我们第二位背稿的是深耕大哥的极性演讲 他的点评人士 私生的极性演讲师学长 有请学长掌声欢迎 好的 非常感谢深耕大哥讲关于极性演讲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1.2是关于他的第一个演讲 在于新的路径5到7分钟 那今天他有没有满足到那个目标呢 掌声鼓励一下他已经满足了这个目标 以及超越了这个目标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看流程表的话呢 会发现有一个小小的致命伤 为什么会讲10分钟呢 5到7分钟变10分钟那种状况 所以这个是我会发现到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但是我刚才有看到的话 就是深耕大哥做的非常好的演讲 那分析为什么他做的非常好 首先他讲东西方面的话关于演讲 第一个刚才讲的就是要建立信任 建立就是一种自信在那边 他有 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语气很淡定 站的舞台站姿方面的话 你可以相信他已经做足够的研究 以及就是你可以相信他讲的东西 那他有加了PPT就是PPT加强那个视觉效果 以及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有不同的状况 加上他的语速是平稳不是太快 让我们有消化的机会 以及适当的停顿 这个是在任何的演讲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思 你一定要留一个停顿尾 让大家走慢那个脚步去跟上你的内容 因为你的资料是比较多的一些资讯 所以他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 那好 那我想要怎么提升他呢 师傅大师是非常资深的 我就直接单刀指入 第一个 就是任何我们在做工作坊的时候 我会建议给圣根你讲的东西是一种方法 一种想法让大家可以去学或模仿 那我们也要有一种现场示范 让有一个呈现感 如果你有这个我们讲Case Study 或有一个呈现感的例子方面的话呢 会加强你的内容 而不是只是在讲几个重点的时候呢 慢慢的略过而已 人家可能想要了解 哦有这种类型 什么叫做这种类型的演讲呢 分享一下 我们想要知道更加多 有一个现场例子呢 会加强那个效果 大家也跟得上 那第二方面的话 我要挑战深耕的话 看到红盘 挑战深耕的点的话 就是我会想要跟到观众有一个互动 因为我感觉到好像一种工作坊的那种模式 如果有一些互动方面的话 观众吸收的能力会更加强大 因为他们有跟你有留下一个印象在那边 而不是只是你单方面的去讲 最后方面的话 讲给深耕听就是说 最后有一个几个句子的法则 让我们可以睽違你刚才做的演讲的tips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的点评 还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协长精彩的点评 我感觉是高手过招啊 通过点评呢 不管是演讲者 还是我们嘉宾朋友们都可以得到成长 那刚刚看了一下时间稍微有点超时啊 我们现在就来做三观的介绍 三观的报告 那么我们的时间都去哪了呢 有请我们的时间观 年春做时间观的报告 有请 哈喽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做时间观 我觉得做时间观一点都不好玩 因为我都不能够全心全意的听你们演讲 我只能再看时间 所以你看一下我这里的时间 是我拿了这个钟呢 我还拿了这个钟 再加上我的手表 各种工具都有 好 言归正传 我想看 我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时间情况 超时最多的呢 是我们的被搞点评 萧峰大哥 超时 两分钟啊 虽然我很想听你继续点评 但是下次请你做一下时间啊 然后超时最多的呢 是我们的工作坊 学长 学长的工作坊 是很有 很想再听你再讲五分钟的 可是你时间已经超了 没有办法 下次可以再继续吗 然后少时最多的是谁呢 是我们的深耕大哥 他少了一分钟 本来他的时间是有十分钟的 但是他九分钟就完成了 然后 西西准时开会是挺好的 然后我们的主持人 袁一呢 也很有时间观念 但是西西在做语法官的时候呢 可能有太多东西要讲了 所以呢超了一分钟 然后我们的大欢 即兴演讲的时候超过了一分钟 然后我们的小方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进行即兴演讲 然后又有栗珠的对话 所以呢 他也超了一分拜 Enterboy呢 他超了一分钟 但是他的英文很棒哦 这是一个surprise 谢谢你哦 我们的迪迪呢 也只超了零十五秒 星辰的备告演讲呢 非常好 时间非常好 他在 他已经给大家节约了三十秒的时间 其他的 还有阿鹏的点评呢 超了一分钟 但是阿鹏的点评很精彩 所以我们是希望继续听他讲的 其他的就没有了 谢谢大家 感谢连圈精彩的时间观报告 时间观报告非常的严谨 是的 时间就是生命 效率就是金钱 我们要做好时间的主人 接下来 有请我们今晚 昏阿关报告 搞错了吗 不是昏阿关吗 不好意思 有请西西 大家欢迎 大家好 接下来 我要做一个 坠语言观的报告 本场例会 我们一共使用坠语 大家猜猜有多少次 103次 没关系 这是我们 应该是最近 第一次做 坠语言观的一个记录 所以没关系 这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改进 能够减少好吗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 哼哈词用的 最热的词 就是 这是最热的哼哈词 哼哈之王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是谁吗 其实 其实我觉得 在一场 例会中 大家用时 长短不一 如果按照这样的 来评判 也不是特别的公平 是吧 有的人 看似用的少 因为他 演讲的时间短 没有暴露出来 所以我们就 按照现行的 不太公平的 一个 评判的标准下 我们评出了 一个 哼哈之王 他就是 诗庚大哥 因为他的演讲 自己给自己 延长了时间 所以 这次 就是诗庚大哥 荣幸 登场 好 第二个 我们再说一下 哼哈之王 他最喜欢 最偏好的 哼哈词 是 啊 你在讲的时候 对 你会说 啊 有时候 讲着讲着 可能还会 去吸一口气 嗯 对 可能这个 可能 就是 就是有点 有点气短的感觉 对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场域 可能氧气比较少 可以理解 那接下来 这个林亨哈 我还没找到 因为我还没有 听到一个 林亨哈 目前来看 应该是大欢 因为我在等他的 另外一个报告 还没暴露出来 暂时就是他吧 好 这是 亨哈关的 一个报告 接下来是 于法官 说实话 我第一次做两个角色 做的不是很好 大家谅解啊 于法官的报告 首先 我们本场用到的 这个 今日一词 还是挺多的 具体用了多少次 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知道谁用了 我们的这位 便利彭同学 他用到了 然后 深圳大哥也用到了 主持人也用到了 目前我记忆中啊 好像用到的 就这几位 应该我们 立周也用到了 好吧 用到的 就是我记录下来的 比较好的词语 比较好的句子吧 就是 星辰的演讲中 说如果放下优越感 平等交流 说不定 我们会成长的更多 最后一句 说把爱自己 爱别人 当成和别人 当成相处的一个准则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还有就是 深圳大哥说 随时准备发表一篇演讲 这个就是 即兴演讲的一个特点 说是即兴演讲 但实际上是 有准备的演讲 这就告诉我们 即兴演讲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我们是可以提前准备的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麦克风始终开着 他就提醒我们 每一次沟通啊 我们都要注意 我们把每一次沟通 都当作是一场演讲 还提到 抓住一点 把它讲透 再接下来就是 学长 学长说到 一个即兴演讲 一定是他想要分享 才会有动力去分享 才会去表达 我看一下后面 即兴演讲 即兴演讲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多去走舞台 在演讲之前 要去熟悉场地 这样才能让自己 感觉到更安全 更自信 我就记录这么多 谢谢大家 感谢我们的哼哈官 不仅评出了今天晚上 103次的哼哈词 而且评出了今天晚上的 哼哈之王 我们的圣耕大哥 以及他带来的精彩的 与法官的报告 听完报告才知道 我们本场会议 使用了那么多的经典 我也希望大家将 这些经济 运用到生活中去 接下来就是 本场会议的 大波斯 总点评 点评的是 今天晚上在场的 云卫点评到的工作人员 有请我们的大老板 自信以撒头的化身 欢欢 有请 好谢谢 大家觉得今天晚上的 例会怎么样 精彩吗 好 那作为今天晚上的 总点评 跟大家一一来到来 精彩在哪些地方 那作为总点评到 我今天晚上将跟大家 反馈两个团队的 一个现场表现的情况 首先是我们本场例会的 会议促进者 也就是我们的三大官员 主持人以及主席 那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的事务官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清楚地 介绍了一些现场的规则 和注意事项 是介绍的非常清晰的 是非常赞的地方 那如果给点期待 更高的要求的话 因为事务官他是第一个场 第一个上场的人 我们可以来点不一样的 甚至说稍微炸一下这个舞台 可以把现场所有人的 观众的目光和注意力 吸引过来 然后快速地进入 我们的整场例会 当然今天晚上已经非常棒了 期待你下次更精彩地呈现 好的 那既然说的是事务官 原因其实也是我们 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那我就一并来给一些反馈 作为主持人的话 他今天晚上的串场 非常的流利 做到了城上起下 然后把整场例会 贯穿的特别好 非常棒 并且开头有一个 非常多的排比具的使用 对吧 我记不太清了 当时我就被震撼了 天哪 这一定是做过 做功课的 才记得住这么长一串 排比具 非常用心 那如果可以做得 更好的地方的话 就是对我们的会议的流程 可以更加的熟悉一些 因为中间有几个卡壳的地方 对不对 那你是第一次做 对不对 已经非常赞了 大家把讲座送给他 好不好 非常的棒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今天晚上的 语法官兼亨哈官 都是我们的西西主席 作为亨哈官 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 介绍部分特别的赞 不但介绍了亨哈词 常见的有哪些 还给到大家三个建议 大家还记得吗 三种情况下 三个应对的方式 都有哪些 多上台 多上台 然后放慢语速 还有一个呢 就是注意到自己 有哪些是亨哈词的 使用情况 对不对 非常赞 所以就是给了 非常棒的一个开始 并且在最后的汇报环节 一百多次都能数得过来 这场例会 肯定是非常用心的来听的 非常的赞 让我们知道了 哪些是亨哈词 以及以后站在舞台上 怎么来改进 减少我们的亨哈词 那如果给到你 更多一点反馈 更高一点的期待的话 就是我们作为我们 是不太建议评亨哈王的 就是可以给到反馈说 哪一些亨哈词 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对就可以了 可以给一个大致的分类 因为这个 对因为作为我们的 一般的是这样的 所以给你一些反馈 那作为语法官的话 非常赞的 在前期的一个规则 介绍的时候 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流畅 让大家明白了 要与法官的一些规则 以及本场 另一位承担的一些角色 那在最后的反馈部分呢 也是非常赞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挑战一下 在汇报的环节 可以把与法官的报告 做一个小的故事性的 或者内容性的这种 来呈见 会更加的惊艳 这当然就是有一点 苛刻的要求 那作为主席 我们的CC 也要给一些反馈 一开始的时候 介绍我们的 乐活的时候 非常有特色 那给我们的现场 大家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互动 如果给一点建议的话 就是介绍 前期的话 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头码 当然了 我们现场 可能大家对头码 都比较了解 对吧 就是有嘉宾 待场的时候 可以提一下头码 非常的棒 好的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会议制式的 还有一个 我们的来宾介绍的主持人 我们的丽珠 对吧 虽然今天上台的嘉宾 仅有两位 但是这个环节的主持人 也是完成的 非常的棒的 然后各个流程 都进行的 非常的顺畅 那如果给一点反馈的话 就是我们主持人 在这个环节的时候 可以给演示性的 示范性的 怎样做介绍 或者是你期待听到来宾 来介绍自己的哪些方面 比如说 三个标签 或者是 为什么来了乐国 或者是期待有怎样收获 这样给一个示范性的话 如果嘉宾多的情况下 当然我们两个是比较熟悉 头码规则的 嘉宾多的情况下 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个 更好的切入的一个方向 跟示范性的作用 非常棒 那接下来是今天晚上的 点评环节 今天晚上的点评者 都是大咖 首先是我们的 即兴点评变主席 他真的非常赞 非常赞的地方有哪些呢 首先他对我们的 即兴环节的主持人 以及每个上台的即兴 演讲者都给了一个 非常好的反馈 不仅反馈了 哪些地方做得好 一一到来 并且给到大家 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非常示范性的 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 非常有收获 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 我们演讲者知道 下一次我站在舞台上 怎么样来改进 自己的即兴演讲 然后呢 对于我们现场的观众来 听的话也知道 原来即兴演讲 可以这样有这么多的套路 可以学习 那给一点更高一点的期待的话 脱稿好不好 那接下来是今天晚上的两个 背稿点评都是线上的 所以我要这样来互动一下 好不好 那首先第一个背稿点评 是我们的 在哪里 肖峰大哥是不是 对肖峰大哥 对 非常棒的地方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 直接通过了我们的演讲者 这是结果先呈现出来了 其实呢 介绍了我们演讲者的目标 他是破冰演讲 其实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向俱乐部介绍自己 在一个了解演讲的基本结构 那肖峰大哥他主要的点评呢 是通过演讲者内容的切入方面 来谈了一下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有一些建议给到 那其实给到他的一些反馈的话 因为就是他感受的部分 可能稍微过于丰富 以至于给建议的部分 有点拖实了 其实呢 对于我们第一讲 星辰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向大家很好的展示了一下 自己我们不太熟悉的一面 对吧 这个是破冰演讲一个 再一个的话 就是对我们第一讲的演讲者来说 可以给到他更多一些演讲结构呀 包括舞台呈现方面的这些反馈 可以帮助他快速的熟悉 这个舞台的演讲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那对于他第二讲会有很大的提升 这个是给到小大哥的一些建议 当然时间把控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那接下来是今天晚上的 我们的学长第二位被搞演讲者的点评者 我们的学长他也是非常赞 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学长他今天晚上的点评之结构是非常赞的 首先跟大家提出了演讲者的目标是什么 那我们在同码所有的反馈都是紧紧围绕我们的目标的 如果你目标有偏差的话 这一讲不一定会通过 那其次呢 他跟大家分析了说 我们的深更大哥这一演讲 好的地方有哪些 以二三包括他的直体 他的语态 他的语速等等 PPT的运用 各方面跟大家一一分析了好的地方有哪些 接着呢 他又给大家反馈了一些可以改善 或者是做的更好的建议 当然建于深更大哥也是资深的头码 所以他就非常直接的给出了一二三三点建议 并且我觉得他给的这三点建议真的是非常的 切实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演讲者下讲做的更好的 大家还记得吗 比如说跟现场的一些互动 举例子 包括最后有一个小tips的一个总结的反馈 那其实不只是对于演讲者深更大哥 对于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来说 我们自己站在舞台上做备告演讲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点 比如说跟大家现场的这个互动 以及在总结完之后 有一个小的回顾 那对于整篇的演讲的一个成见的话 会更加的丰富和饱满 也另于大家更好的回想起 我刚才讲了些哪些 所以大家一起来回想一下 我今天点评了有哪些两个部分 第一会议的促进者 包括我们的三观主席 包括主持人和来宾主持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点评团队 包括我们的即兴点评和两个被告点评 那其实一场立会 它离不开各个角色 一起共同的付出和支持 那我提议让我们给我们本场立会的 会议促进者团队的大大的掌声 好吧 那当然了 在头马我们是有学习有反馈 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 更加精进 更加进步在演讲的这条道路上 所以呢 今天的被告点评三个大卡 真的也给我们带来了 呈现出来了 更多的可以更好激励和改进自己的一些方式 通过这个总点评的环节 也期待能够给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好的地方 有哪些我们值得学习和运用的 以及接下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 当然了 想要做得更好 需要怎么样 多多站上这个舞台 多多来尝试和挑战各种角色 对于头马就是这样的 你越勇于挑战收获的会超过你预期的 相信吗 相信的话 一起来赞上这个舞台 来体验和感受一下好吗 好的 今天的总点评到此 话筒交给我们的总主持 谢谢 好的 谢谢我们大欢的总点评 感谢你的聆听和反馈 非常的智慧 非常的专业 感谢你来支持我们乐活 相信有你的支持 我们会越来越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投票时间了 大家扫描流程下面的那个二维码 回忆一下今天晚上 你印象最深的那个瞬间 为你觉得最佳的人选 投上你宝贵的一票 投票期间呢 有请我们的 在投票的时候 我们有请 我们的生根大哥 做我们的真情分享主持人 有请 谢谢 好了 谢谢大家 那我就不投了 你们投票 然后呢 我来主持一下 接下来的真情分享时刻 首先我想 先有请两位后来的 没有做 自我介绍的两位嘉宾 你还有那个 是吧 上来 上来 每个人有个 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谁 为什么来到 怎么来到这里的 有 你也一起来吧 没关系 我是谁 怎么来到投马的 想在这里得到什么 好吧 顺便讲一讲 今天晚上的 好好好 还有一个弟弟 老朋友了 那行 你先来 十分高兴参加 今天乐活的 严谨队 首先我是通过了文西 来到了这边 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阳光 和积极献善的人 来到投马呢 我主要是想收获三点 第一 锻炼制止 执行严谨教宪 刚才生根大哥 真的非常的自如 和里面的一种实战的技巧 就是我的话 印象非常的深刻 第二呢 就是锻炼制止的思维 如何去更好的 组织和领导 一场活动 或者的话呢 说做一件事情 又乃至一个工程 它是一样的 从他的这个开始到收官 中间的一个三官 还有他的这个是主席和监督的一个过程 整个下来的话呢 都是大道通行的 如果去组织和策划好一场活动 或者的话呢 做好一线工程 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也差不多是这么的一个思路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在投马 能够是交到更加积极 阳光和正能量的志同道和一些朋友 然后的话呢 去在深圳这边 如何去发展好自己 每天这个不断的进步 这就是我来到投马的 三个方面 谢谢 我姓吴 口天吴 口天吴 吴国敏 对 国家的国 敏记历史的敏 敏它是读第三生 对 金字盘的这一个 敏 不是 不是名字的名 敏字历史的名 它不是第二生 第二生就是明天的名 第三生 敏 对 谢谢 谢谢 深耕老师 我叫李书云 大家可以叫书云 舒服的书 白云的云 主集是广西柳州的 来深圳有十多年了 然后 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各位 以前听过投马 是通过朋友的一些分享 在线下聊天的时候 但是没有什么机会 这一次过来呢 机会是来自于NLP的 这个推荐 我有在这边有报名学习 然后就说我想提升 我的声音的 那个 声音的那个自如的运用 因为我觉得声音比较低沉 所以他们就推荐了 说有一个演讲的一个课程 他可能叫课程 但我来了 我才知道应该不是 是一个俱乐部 然后就想来学习和提升我的声音 就改变我的声音 等那个语调 还有声音发生那些 我觉得可以让别人更舒服 这是我最初的目的 然后来了 听完到现在 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多的一些 提升 可以提升一些表达呀 然后肢体语言 各方面把语言组织 很多包括一些习惯 就挺期待的 感觉 给我的感觉 好谢谢 大家好 我叫迪迪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头码呢 是一个非常 有正能量的一个俱乐部 如果说很久没参加俱乐部呢 就会打回原型 对 比如说像那种 一开口 然后就 就挺懵的那种 就脑子一片空白 然后看了这么多人会心慌 害羞 脸红心跳 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 这种就是不参加头码的后果 对 但是如果参加呢 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那就像我们深耕大哥这种 那在舞台上面 怎么样都可以 就是收放自如 就是能够做的这样子 还有可以像那个小朋友那样子 肯定也是经常锻炼的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优秀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小朋友这么优秀的 那我们就会 有点惭愧是不是 有点惭愧了 就会想着 我们也要努力 也要加油 也要努力上进 所以说来投马的话 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对吧 还有的话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的 如果你天天待在家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别人想给你介绍对象都难了 对吧 所以说 就就就我们ECTM 对ECTM 我们Lia的跟那个深圳中文那个吴家的那个故事 就是说 来投马走走 或许有机缘 对 对 虽然说没有遇到何事 但是Lia她跟我说了 她要给我介绍嘛 如果不是来投马就不会认识Lia嘛 不会认识Lia那她就不会给我介绍嘛 虽然现在没成 但是 我已经发动广大的投马朋友 帮我找对象 所以说来投马还是很多好处的 我觉得以后又勤快的来 你们如果可以的话 今天就加入俱乐部吧 真的 好 就说这么多 谢谢三位到来 别着急 我们顺便有奖先颁给你们 书云 这个国民 滴滴没问题 我们的奖是 我等风来也等你 你们来到这里就对了 希望你们每周四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常来 关于声音啊 关于什么 我们都可以不断的一起学习 而且我们这里跟别的课程是不一样的 别的课程就是老师在上面讲 而我们这里要你上台来练习 好吧 好 谢谢三位 请回 这位 我们线上有一个还跟我说了 他现在也要分享 等不及了 让我们TJ给切换过来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李卫江 那其实呢 我们昨天晚上也是刚刚办完那个 讲鬼故事的历会 很可惜没有看到乐火的朋友来过来支持 不过呢 今天当然一如既往的 一有时间就过来 捧学长的场 然后顺便看看大家 那希望以后还是有机会 跟大家多多学习 好 谢谢你 谢谢马来西亚的朋友 我知道你经常参加我们乐火的线上 我们线上线下是同时进行的 今天的活动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的时间宽可以在线上 我们线上的点评 也可以跟我们线下来互动 我觉得这种形式呢 是我们会继续坚持的 因为今年可能甚至成为常态了 我们的学长还有年春他们在香港回不来 香港还有好几个我们的会员 好 还有哪位愿意上台分享 是我们深圳中文大广告吗 没有 我是想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才总点的时候 好像忘记反馈时间关了 对不对 因为我刚才一回头 我看到线上的他 我发现我好像忘记反馈了 那今天我们的时间 我要补一下 所以怕时间关整体非常的棒 在开始接到时间规则的时候 以及整个流程对于时间的把控方面 都是非常赞的 那其实可能是受于线上的一个原因 可能有些环节 大家不能及时的看到这个时间牌 还有我们的线下其实是有零的 那我们上期也是线上例会 也在困惑这个事情 线上的时间关怎么来操控 比如说零声或者及时的提醒大家 那总的来说 今天我们的时间关做的是非常赞的 大家通过线下给他一个热烈的反馈好不好 好 那有一个铃声非常赞 准备的非常充分 第一次做时间关非常用心 那点评反馈结束 下面想说一下 其实非常开心来乐活参加我们的例会 不请自来是有原因的 因为非常喜欢我们的氛围 对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离我上班的地方比较近 我过来会比较方便 再一个离Better也比较近 对 打个广告 Better是每周二在翠足 如果大家有时间 欢迎大家来现场感受我们的会议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欢主席的反馈 吹加了一下 其实我对时间关也一直有点困惑 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举红牌 后来才九分钟 好 不管了 我觉得有时间关就好一点 我们在其他的场合一般 时间关不起那么大作用 而在我们这里 在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会敲铃赶紧下台 这样的话 让我们不断的习惯 掌控自己的时间 好 时间 我这个真情分享的时间 也到这里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席希希 发出今天晚上的最佳 到了我们的颁奖时刻 有请希希 又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今天我们有几个奖 首先来颁拔刀相助奖 请邀请我们的两位主席上台 感谢感谢 感谢你们的拔刀相助 为我们本场例会增添光彩 好 欢迎常来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 接下来是我们的 最佳点评 本场例会 对我们是有四位点评的 两个背稿 一个即兴和一个总点评 大家猜一猜会是谁呢 好吧 就是他们两个争的其中一个 性别难 好 恭喜 恭喜恭喜 这个奖务来颁拔判 我们今天的最佳角色 在时间关 亨花关 还有一个什么关里面选出来的 对 最佳角色关是我们 一人身兼两职的 谢谢 好 帮我们拍张张 没我奖状呢 要么赢一个 来我们过来一趟 或者把它关掉 像这种灯 避开 你过去一下 走马上 面对 钙 上 走马上 要是吗 这 是吗 在那边 是吗 有吗 有吗 我看你可以游玩 没有啊 没有啊 还不过你啊 OK 不好意思啊,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接下来还有奖没有搬完 我们今天的最佳背稿 最佳背稿,等一下我会补上 没关系吧 最佳背稿是我们的深耕大哥 恭喜,恭喜 然后我们本场的最佳主持人 是我们的袁一 袁一呢?袁一走了 好吧,袁一走了 那回头再说吧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好,今天关注的王帝会 就上了一集 因为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钟 在这一集 欢迎大家来愉快 愉快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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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愉快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